大家好,今天會和大家看看歷代的S版iPhone的速度比較 剛好我就用過了四代不同的S版iPhone 在我個人的感受,S版iPhone的性能是比較好些 以及比較少硬件上的缺陷 第一代的S版iPhone就是iPhone 3GS iPhone 3GS比當時的iPhone 3G速度快一倍 最後可以升級到iOS6.1.6 然後就是iPhone 4S iPhone 4S是非常長壽 現在可以更新到iOS9 最後就是iPhone 5S和iPhone 6S 所有機器都會安裝最新的系統 例如iPhone 3GS是6.1.6的系統 4S、5S和6S是iOS9.0.2 我們現在看看這幾款iPhone 好 我們進去桌面 主畫面 我們首先會比較一下 它們的開啟apps的速度 現在為了公平起見 它是沒有背景apps的 我們首先是先上網 safari 我這個遲了很多按的6S,但都是跑贏了它們的 那我們看看有什麼分別,其實速度上大家都知道新機是會比舊機快 其實這個也是不需要去討論的 好,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看看 例如6S和VGS,當開了很多個Tab的時候 我們看看,當去到最後一個Tab,reload第一個Tab的時候有什麼分別 例如我們去到Transpng網頁,大家都知道會有很多個不同的語言 我們試一下所有語言都開了 好,其實已經Load了 好,現在只剩下Feature Add 開了一下 我們開啟所有的Tab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应该开启之后会有8个不同的语言 8个网页 应该开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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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练习速度是要如何 反应慢一点 大家都差不多 可以即时显示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tap 其实大家都可以搅拌 算是比较快 我们试试 再看一个 比较多 中间 其实大家都没有一个 reload的过程 因为我版面是没有更新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当它是一个 full screen 看一看 好 其实 4s至6s都差不多 比较 3gs会慢一点 3gs进入的就是 外面版网页 至于为什么我就不清楚 好 正常情况下 智能手机 它是会自动 进入到 手机版网页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其他app 接着我们会看看 天气 那 刚才6s 和5s 是一齐出的 一齐按下去 所以它要一齐出 差不多时间 4s 和3gs 我是比较迟一点 但是 最后呢 会是3gs 跑先 大家都看到 因为 4s 是用一个 和5s 6s 一样 用iOS 9 那摆面 会比较不同 4s 会需要 输入比较多的动画 那今天 香港就有台风 所以会看到有 雷暴的 好了 那我们试试开多不同的 apps 看看 之后 它们的 效果会是怎么样 出道分别是怎么样 那我们不停开多几个apps 接着 就会在一些work app 其实都是我刚才的网页 来的 之后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app都开了 之后 5s可能需要少点时间去拌 6S是非常快的 3S是非常快的 等一等 其實6S早已做好第五個網頁 最遲開APPs 但它是最快可以上升的 好,那我們開完最後一個 待會我們就會回頭看看Safari的比較 我們待會再重新開一次Safari 我們看看Cintal開了8個網頁的Tab 是否需要全部都要重新混合的 好,那我們看看Safari 我們剛剛還有一個Tab 它已經不需要Low 已經重新即時顯示出來 其實5S的速度也是足夠 6S和4S 它們也不需要重新混合一次網頁 但VGS可以看到,它的RAM只有256Mbps 所以它一加上Tab的時候 是需要重新加上Tab 好,接下來我們就看看Geekbench 也是,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首先把所有的背景Apps關閉了 4S的按鈕有點滑快 我們需要少少時間 好了 其實看到QApps的時候 其實看到QApps的時候 4S是有點滑快的 4S版iPhone 我們可以看到4S版iPhone 我們可以看到 它們的EBench 的分別 大家都會看到 VGS就會在iOS 6.1.6 4S就是9.0.2 iOS 之後5S也是 最後就是6S 4S 好 那 其實4S呢 它看到螢幕會常常關 但其實我的設定 也是 永不自動鎖定 好,我們一起來看看Geekbench 1 2 3 很像是 5S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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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個紅印 6S和5S都很快 見到6S的單核是比5S的雙核更快 我們現在就等到4S和VGS 大約過了兩分半小時 4S就即將完成 VGS 仍然走了大約一半 好,完成了 410 217 同樣 5S和4S的升級幅度更大 也見到 5S的單核是4S的三倍 其實現在5S的性能是4S的六倍 而6S是接近它的雙倍 即是6S差不多了,看到了 是4S的10倍 接近11倍 是4S的 我們再給點時間等一等VGS 好了,我們等了大約6分多小時 VGS即將完成 最後用了6分45秒 好,大家都看到了 好,大家都看到了 VGS的跑分會是155分 那 如果跟6S比較 6S是大約 接近30倍 29倍 對 你看到性能的差別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之前 例如iPhone 2G iPhone 3G 就會是它的一半 那就是說 現在最新的iPhone 6S 已經是第一代iPhone 可能560倍的性能 的變化 是非常之誇張 好了,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 S版iPhone的性能 的提升 都是非常之高的 例如iPhone 6 它的性能 只是比5S高一點 iPhone 5 比較特別 就是4S的3倍 iPhone 4 只是比iPhone 3G 只是比iPhone 3G S高一點 那 大家都看到了 如果你是自用 或者想著 上一部機 有好一點的性能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使用 S版iPhone 因為 S版iPhone 比較少 硬件上的缺陷 例如 iPhone 4 的天使門 iPhone 5 的 脫油 還有 iPhone 6 的容易變彎 等等 好了 那今天 4部S版iPhone 比較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 想繼續 收聽我的影片 歡迎大家 在下面 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分享 是這裡 多謝大家